我想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我以前就读的是资讯管理 所以我并没有管理方面的知识 我所学习到的都是从工作上面学习到的 那我想MBA,透过MBA的学习 我可以学习到完整的专业的商业知识 我想这对于我将来的工作会是很有加分的 此外我希望我将来可以在亚洲的国际化城市工作 那我想来新加坡念书会是一个最好的管道 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能继续工作继续生活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强调其实是亚洲资格案的教学 那对于像我这样的学生我希望可以将来在亚洲工作 那这会是一个最好有效率的学习 此外SMU MBA它是一个只有11个月的学程 但是它提供了非常强大的职业的服务 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去跟很多很棒的公司接触 就像是说实习是一个必要的 对于我们在MBA的学习 但是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开始 让我们有机会将来在新加坡或是任何国际化的城市工作 首先因为我的目标是我希望可以将来在亚洲的国际化的城市工作 那我想新加坡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第二个SMU它强调的就是所谓的亚洲个案的教学 那我想这对于将来也想在亚洲工作的人来说 这会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学习 那此外我想要加上一个点就是我觉得能在市中心 因为SMU是在市中心的一所学校 所以我认为在市中心 不管是对于将来生活还是工作都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利 其实我之前还是上班族 所以其实我在每一天工作下班之后 我花了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图书馆读居美 因为对于一个英文并不是母语的人来说 GMAI其实是有难度的 但是他并不是在考你的英文程度 他主要其实是在考你多么熟悉他的那些题型 如果你熟悉了你就很容易作答了